拍車時間的上限,這個我覺得真是比二叔先用,我不知道為什麼政府會用一個方式去處理 那就是說如果是沒有一個拍車時間的上限,就會鼓勵那些人只要肯付錢,你付得起錢就可以生人怕死地在那裏扶判 這個絕對不利… 那裏是車位的輪轉的,亦都跟他本身說的政策是不一致, 那我希望政府去嚴正地跟進一下這件事情,是不是要用這樣一個方式去處理這個非預約的拍車位的安排 那在這裏是表達一個的意見的,那看大家有沒有跟進的問題 政府方面的回復就是說非預約的拍車位每日的24小時的拍的費用是910元 那他剛才給我的回復就是說不需要有任何的拍車時間上限 只要是因為收得貴就會令到那些人是不會在那裏長期拍的了,他的藉口他的理由就是這樣 但是我是不同意的,因為你可以預約的拍車位是有拍車時間上限的,是3天 如果有人只要他付得起錢就可以在那裏拍超過3天,4天,5天,6天,甚至一個星期 他拍那些非預約的拍車位,那就是錢就可以解決問題 只要付得起錢就可以生人霸死地,無限拍下去,這個是不利於那個拍車位的輪轉的 本身還有一樣東西我要講就是661個車位我已經多次講過,本身都是不夠的 那他又不肯增加,但在現在沒有增加拍車位的情況下,還要是非預約的拍車位 是沒有拍車時間的上限,不利於這個拍車位的輪轉,我覺得政府這個安排是非預約所思 您答案是否 insiders主要和民主的家庭晴? 請問您答案是否 你請問您問我 您答案是否則 There are a number of patrons 的席位的辭職員 不允電是否則是否有個某些人可能會有任何 살드開車位的辭職員 我還去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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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想想想要回答 這個位置的事件 請問我到你留意會選擇 we are talking about encouragingthe parkingspace turnover rate but at the same time if we allow the people who could park at the nonreserve parking space without any time limit then i think this sort of arrangementdefeat the entire purpose I always assert that these 661 car parking spac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